一元二次方程式 特别最后它里面 就是要输入ABC三个词 带进这个AX平方加BX等于C 加C等于0 那这个三个它一样要写成一个compute的函式 那当然呢 这个地方所谓的一元二次方程式 其实我是觉得它题目里面少讲了一些东西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Google一下 什么叫一元二次方程式 那我其实我有帮各位把它放在解答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从维基百科上面截图 最重要的 但是他没给 没给的话他以为每个人都知道 OK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带进这个 他这个开根号之后的数值不能为负数 因此哦 特别注意哦 国中的时候 而且还强国中哦 他应该离国中都很遥远了吧 OK应该都忘光了吧 OK而且国中有时候素权老师讲什么 可能都讲半天根本搞不清楚 不要说国中生啊 现在连大人都不一定知道这要干嘛 对不对 那只是说我们不要讲的那么的抽象 主要是针对这个题目到底要叫我们做什么 其实哦就是怎么样呢 你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D等于B平方减4AC OK也就是说呢 你把这个B平方减4AC 所得到的结果 所以特别注意哦 B平方把这个 他其实应该带这个啦 给我们这个B平方减4AC 不过他可能认为就以前都有背吧 有没有 一元二四方的一定要背这个公式嘛 那把这个ABC带进来 如果得到这个D哦 那会有三种可 三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是呢 如果D假设是大于0的话 做后面的是 求两个十根 拿两个十根呢 就把这个这个公式 这公式你会发现啊 带进来 负B这边有加减 也就是说呢 如果加就是一个十根 减又是一个十根 所以要做两次 一次是做加 一次是做减 OK哦 所以哦 D如果大于0的话 那如果D等于0的话 就带后面的这个结果 那如果D小于0的话 一定是不能小于0 那出现的话 就是没有十根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反正就是 把那个ABC带过来 带哪一个公式呢 B平方减4AC 得到一个D嘛 就判断说 到底他是大于0 等于0 还是小于0 在分别做后续的动作 所以哦 其实我觉得 维希凯克讲的比较清楚 我反而看那个题目看半天 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干嘛 OK哦 我是讲 我是很直接讲 OK好 所以哦 看完这个之后的话 再来哦 我们来看一下 底下的话呢 当然我先 我先把这个 我已经做完了啦 我算两阶段 一个是没有方选的写法 下面的话 就是再把它改成有方选的写法 啊怎么做哦 其实到底很简单啦 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一样按照那个题目的要求 他要输入那个什么呢 输入三个数ABC 我来先转一下好了 先给各位 因为这这这这这这一题真的是有点麻烦 哦 有点有点复杂啦 但是前提 你也不用对他那个题目 把它怎么样 限制住 你就是 你我看你干脆看我上面的解答 或者看维基百科 上面的说明 还比较快哦 OK 比如说我输入三个词 第一个词是 A是2的话 然后B的话是-3 然后1 就是C Enter之后的话呢 那我要用B平方-4AC 把这三个数字带进去 带B平方-4AC 结果呢 如果它是大于0的话 那会有两个十根 一个是公式的加 一个是公式的减 OK 最后我们得到结果Enter 它要两个十根 因为它这个B平方-4AC的结果 它是大于0 所以呢 那一个十根的话呢 是1.0 一个十根呢 是0.5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再来按照底下 这个 A是9 B是9 C是8的时候 Enter 那因为呢 它这个带到B平方-4AC的结果 是小于0 小于0的话就没有十根 所以如果没有十根的话呢 它就要输出 你这个计算的结果 没有十根 大概就这样 OK 它这个范例里面没有讲到 只有大于0跟小 等于0的话 其实会有另外的公式 也要把它做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大概先把那个结果先秀给各位看一下 再来的话呢 我把刚刚 我讲过的 所以特别注意 你们可以参考 我觉得看那个维基百科 这个部分可能 还稍微清楚一些些 所以特别注意怎么 怎么撰写这个对应的程式 第一个 我们 就是先什么 先让它输入三个词 ABC 对不对 然后再利用什么呢 我刚刚讲过 一 再来这个是输入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计算 当这个D计算的结果 也就是把ABC带到哪 B平方-4AC 所得到的结果 这个D的结果 我把它接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会有个D 这边用小D 那B平方 有没有 B乘乘2 减掉4AC 有没有 它就写成这样 那所得到的这个D的结果 我们要做逻辑判断 如果当它怎么样 当它是小于0 其实这个啦 其实当然顺序可以盯倒 没有关系 那我们得到的结果 一个字串 就是什么呢 你的这个计算 公式结果 没有十根 所以先把它放在哪里呢 我没有直接print 我先放S OK 那你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不直接print它就好了 其实也可以 只是说呢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步骤 就是要把它改写成什么 改写成Function 那如果改写成Function的话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return 如果说我今天 改写 可能用 放在变数里面 我觉得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再来的话呢 alif 如果 当D等于0的时候呢 那就是 等于方程式有两个相等的十根 实际上就是一个 相等十根就是有一个结果 那这个公式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负b 有没有 这个x等于 就是负b除以什么呢 除以2a就对了 OK 负b除以2a 那这样的话得到会有一个 这个相等的结果 OK 那一样我就把这个结果呢 因为我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字串 所以把它转型之后丢到s 丢到s OK 那再来的话呢 反之 这个else 就是说应该是大于0 或者你用alfd大于0 也可以 那因为会有两个十根 一个是 负b 我刚刚讲过了 这边有个加 加上什么呢 加上开根号 开根号的话呢 我们是用mass.sqrt 然后呢 把这个d 开根号嘛 然后呢 把这个d d的话b平方减4ac 为什么是d 其实里面就放什么 b平方减4 就是刚刚这个d所计算出来的结果 再除以什么 除以2a 那一样的方式 底下的话呢 ns1就是第一个十根 第二十根的话呢 就是把 原来加改成减就好 可以把上面这一段复制 贴上 改个2 改个负 OK 那就两个十根 最后的话呢 因为它输出结果就是 一个十根 豆点第二个十根 主要可以参考哪里 其实可以看这边 有没有 两个十根 第一个值 而且要取到 小数点的第一位 所以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小数点第一位 中间的话 记得 豆点后面的话 还会有个空白 所以这个空白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如果你加在考试 少一个空白 也算是错误 OK 你不要说 这个没什么 不对 它这差一点点它就不给你正确 好 那最后的话呢 把结果print了出来 那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就这样子 但是呢 这样子 还没写完 为什么 因为它规定 题目规定 就是要怎么样 再把它改成用compute的函数 有没有 然后呢 就是 把什么 ABC 先传给compute A 到点 B 到点 C 传过去给它之后的话 它要return出那个结果出来 所以后面的话 还有第二个步骤 要把什么呢 要把那个 刚刚没有函数的 这一种写法 改成有函数的写法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一题因为稍微比较难一些些 所以请各位也许 可以参考一下解答的第23页 这个地方 为个说明 然后的话呢 先参考这个没有方选的写法 画面先画给各位试一下 那没有方选的写法先写完 再写有方选写法 因为这一题我觉得 这个可能 题目在解说的时候 都很高估大家 可能大家都觉得大家应该都对 一元二次方程式是什么东西 好像都非常清楚 但是实际上应该 99%的应该看到这个一头雾水 不过 我是已经把那个 把这个 这个是危机 所以你Google找一元二次方程式 会找到维基百科 但是 维基百科也是写一大堆啊 看完你可能头晕了 我只是把维基百科里面 最重要的关键处 帮各位截图下来 OK 所以有时候 光有时候看这个题目 我也是看很久 终于能够懂它的意思了 不然我说真的光看这一题 我刚才写的是真的是 头很脑胀的 最后发现其实 它要的并不是那么复杂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主要是那个D等于B平方减4AC B平方减4AC的结果 如果是小于0的话 那就没有10根 那以大于0的话呢 那就只有两个10根 等于0的话会有一个10根 OK 所以大概就参考上面的叙述 至于细节 或许你可以在自己 假如你对一元二次方程式 还更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Google一下 在Google上面的话 我记得好像 甚至还有影片 有没有 甚至还有虎习班的老师 教你那个国中的这个八年级的数学 一元二次方程式 而且他还有一些新的解法之类的 OK 可以稍微复习一下 会不会又勾起你以前那个 国中时候的回忆吧 OK 不知道那时候大家在上课 说是什么样的状态 是老师在上面讲解 底下学生在下面昏昏欲睡吗 好 好 其实好像有时候真的 每次光上数学课 我发现一堆人都已经 在另外一个世界了吧 老师讲老师的 不过我觉得以前 国中上课就 老师也蛮厉害的 就是可以自己上自己的人 然后下面反正怎么样 只要不要吵到翻天 老师好像都可以视而不见 OK 反正你只要有维持一定的状态 就可以了 OK 好 试一下 待会的话我们再把506 再把它改成有方权的写法 其实也不难 就是几个步骤而已 就是几个步骤而已 好 好 好